新模式賣相機? 很多新產品 想買什麼? 這部合不合? 這麼小? 小不合這部? 應該夠玩吧 大了一點點 但也不夠大 這些合力 什麼? 平板手機 這麼大 喂喂喂喂 今次我們會比拼四部機 分別有最新水貨抵港的Sharp SH-05G 近年大業賣的華為X2 台產的Acer TOP7 和市面最便宜的台電P74G 買機最重要是看規格 沒說那麼多 先跑分吧 跑分的結果以華為X2最高 其次是最新的Sharp SH-05G 第三是台電P74G 而最後就是Acer TOP7 看了分數有什麼買機策略 先由平價機開始說 一部國產一部台產 這兩部都跑出來兩萬多分 中規中矩 兩部都是Under一千元的機款 十分值得玩 不過Acer就可以插到雙卡 應該是更加方便 接著就是貴價組別 這兩部Sharp和華為 跑分是華為最高的 去到五萬多分 華為的很多機 都針對跑分 做了軟件優化 出來的跑分數高 意料中時 但是3D測試的時候 Sharp是Smooth很多 如果選擇看片 當然我一定會選Sharp 那麼多人喜歡用平板手機 煮劇 沒理由不試試它的昇畫功能 我們就找來華隱應音的專家 做一個專業的評測 試機方法是用每部機 看一段高清MV一次 試一下昇畫表現 四部機都試完了 Dennis最喜歡哪一部呢 我比較喜歡Sharp 畫質比較細緻一點 顏色比較柔和一點 沒那麼理 聲效就OK的 如果100分是滿分的話 你又會給多少分 我會給80分 再來就是華為X2 聲音比較清晰一點 而且比起Sharp 比較細緻一點 顏色來說 衣服、皮、布料的質感 明顯沒有聲部那麼好 這部機我會給70分 最後就到便宜價的這兩部 Acer比較是畫質的 是狀格 台劍這部的 其實就是淡到差不多 模式 聲音來說也有些差 不過你說幾百元的 播仔來說 其實就不可以說要求太高 如果你說評分 這兩部我會給它50分 可以交給一些 這些字幕剛剛那些 離開 露位 准备